车子被火焰无情吞噬 白色的汽车都已经变成焦黑 熊熊大火烧得非常旺盛 车子内只剩下一根根焦黑的骨架 前面还有被撞倒的电线杆 也逃不过大火的魔杖 消防人员冒着高温不断灭火 就怕强烈火失灰 伤及无辜 或是大到远远就能看到浓烟 阵阵黑烟 直冲天际 火烧车事件发生在台东之本 凌晨4点20分休旅车疑似失控 自撞上了分割道 电线杆连跟拔气倒在路边 可见撞击力度之大 不过就在此时汽车突然冒出黑烟 随后开始燃烧 索性第一时间驾驶自行脱困 只造成撕裂伤 火势在20分钟后就受到控制 不过短短20分钟就造成 双向路道严重塞车 拖掉业者也赶紧来把汽车拖走 才恢复路线顺畅 成型驾驶酒测值高达0.82 不过对于车祸的发生过程 闭口不提否认自己酒后开车 坚称有请代驾 代驾已经离开现场 由于当地没有路口监视器 因此到底是否为酒驾自撞电线杆 还有待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拍梦显王云亭台东采访报道 要科普一下水神跟病毒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购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